我们看看李小鹏的这套双杠的动作 它是悉尼奥运会男子双杠的冠军 长正去身上 然后是一个并腿直臂躯体 慢起手道力 然后做了一个滕海斌 在后上手道力 再做一个地桥NG棋 这是难度非常高 这是两个 一个F 三个E组 一个E组 两个D组 支撑后摆 距离相关两周 后端两周 再做一个敌敏 这是0.5的难度价值分了 李小鹏太漂亮了 李小鹏这套一开始是一个D组 E组 F组 D组 在后面是一个两个E组 这样 这套 李小鹏这套 应该拿到7.3了 这套洞难度非常大 7.3 而且完成起来也是 这套洞完成得也不错 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它总是有点磕磕碰碰啊 或者不太理想的状态 那么这套洞呢 应该是完成得比较好的 我想要是这样下去的话 对奥运会的比赛是非常有利的 李小鹏在资格赛他拿出一套7.1的成套 这套我给他算了一下 估计大概是7.3左右了 看看 我们算的比赛是准确 也许会算错 四哥赛的时候他拿了一套7.1 现在应该是一套7.3了